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怎么样判断哪个是最重要的 如何影响我们的投资策略 未来的投资环境当然我列了两种可能性 一种就是兵的可能性 兵的可能性就是经济萧条 其实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不算经济萧条 但是经济增长非常非常缓慢的情况下面 所以这是属于一个兵类就是说萧条类的 就在这个兵的情况下利息会很低 经济发展会很快很慢 就是说公司的利润增长率会比较慢 如果你看日本的话 其实就处在一个兵的状态 前25年来日本股票1987年崩盘以后 到现在都没有恢复过 日本经济一直处在一个缓慢增长的状态上面 25年以来一直处在一个缓慢增长的状态上面 所以日本等于说是一个兵的状态 前25年处在一个兵的状态 那当然日本跟美国有一点点不同 日本有人口老化的问题 美国相对来说比较健康一点 因为有新的移民给你增加新的劳动力 就是说那么我们回过来看美国 就是说其实现在也是处在一个经济小小的状态 但是联邦政府尤其是联储局 一再地用就是说 Qualitative Easing 就是说一再地用印钞票的方法 印钞票的方法来促进美国的经济 那么印钞票会造成什么 就是造成通货膨胀 但是现在通货膨胀还没有出现 为什么还没有出现 因为通货膨胀有两个因素 一个是流通的钱多少 一个是钱的流通速度是多少 钱在市场上增加了很多 但是钱的流通速度不多 不快就是说 就是钱跟钱的交易速度不快 如果交易速度快 加上很多钱的话 那就造成通货膨胀 但是联储局的目的 在市场上增加钱 把钱的价值压得很低 把钱的利息压得很低 就是要促进你去借钱 促进你去交通 促进你去购买 就是说促进你去消费 使它的流通速度 也逐渐的增长起来 那么同时 我们现在有新的政府 也是加州也有新的政府 美国也有新的 也不是新的政府 旧的政府 但是是新当选的总统 他是比较注重于管理的 比较注重于 就是说政府在经济上面的管理的 那么往往政府 在经济上面的管理 会使公司增加它的cost 公司增加它的成本 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 是不是通货膨胀会出现 这就是火的一类 就是说通货膨胀出现 就是说火就是通货膨胀 兵就是经济萧条 这两个我们不知道 说老实话 现在还没有通货膨胀出现 但是我觉得你在投资上面 已经要注意到 将来有没有通货膨胀 不但我们要认清现在的局势 我们要认清将来可能的局势 你就知道在什么样的时候 做什么样的准备 在什么样的时候做什么样的调整 好 现在就进入比较直观的 一些策略方法的解释了 其实我觉得我们做投资 我做投资我觉得是一个 比较系统的一个过程 就是说这现在是一个 低利息的投资环境 所以在这个低利息的投资环境 你要得到高一点的回报 不要说高回报 高回报20%回报是不可能的 你要得到高一点的回报 你就要用很精心的方法 其实Mike Bloomberg 纽约的市长 是一个billionaire 是一个非常富的一个人 他曾经他在纽约的 那个pension fund的讲演上 他说如果今天某某一个机构 某某一个公司能够保证 你有7%的回报 你赶快把它抓下来 对对对 这是难能 在这个环境下面 是难能可得的 谁敢guarantee 7% 对对对 是难能可得的 其实guarantee 7%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但是这是我们想做的事情 作为active manager 作为理财管理人 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在低利息的环境下面 低回报的环境下面 尽量得到一个高的回报 所以我们投资是一个非常系统化的投资 我们首先要认识宏观的环境是什么样 现在是低利息的环境 然后我们要认识 现在政治经济的环境是什么样 政府会促进什么东西 政府会阻止什么东西 什么工业会在这个政府下面兴旺起来 什么工业会在这个政府下面萧条起来 然后现在经济情况是什么 经济是迅速发展的经济 还是缓慢发展的经济 还是recession的经济 在不同的经济情况下面 会有不同的股市会比较好 其实recession也有好的股市 不是recession就没有好的投资 投资机会其实也是有的 只是跟经济发展的投资机会 不一样而已 那么这是经济方 经济政第一要看宏观 第二要看经济政治 第三要看工业周期 每个工业都有它自己的周期 不管是半导体工业 还是制造工业 还是飞机工业 甚至养猪工业养牛工业 都有它自己的周期 每个周期 我们作为职业投资者 每个周期你都要去观察 其实我买一个股票 我很可能已经follow它 一年两年三年了 就是说一个机会 是在发展中的机会 等大家都知道这个机会的时候 这个机会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你要去慢慢地 跟随这样的机会 才有可能在最好的时机 买到最好的投资 所以这是工业的周期 知道了工业的周期 还要知道具体公司的机会 这个公司在工业界 究竟是站在什么位置 这个公司的未来的情况 究竟是什么样 就是说这公司在经济上面 逆流而上还是顺流而下 这些都是至关紧要的公司 至关紧要回答的问题 那么分析了公司以后 你还有些公司 买股票比较合算 有些公司买债券比较合算 有些公司也许你买优先股 比较合算 这个也是买什么工具 也是要具体分析的 所以这个系统的方法 从宏观最大的 到围观最小的 我们一步一步地分析 去寻找机会 尽量让我们的投资者得到一个 就是在低环境的回报 低利息的回报 环境下面得到一个最好的回报 的确是 东豪博士 像现在这种环境 就有三个标的物 比如说股票 债券 那还有优先和交换股 可能大家比较了解 common stock 对于债券 还有prefer stock 或者是convertible 暂时都还不敢动 因为自己的了解 不是太够 那这个就为我们 下一次的节目 又开启了另外一个 新的话题了 今天的时间已经到了 非常感谢张东豪博士 他是代表 东豪理财的负责人 如果大家想来打个电话 跟东豪博士 做一个appointment 来做一个预约的话 请致电408-689-2509-289-689-2509 今天的节目时间已到 观众朋友 大家可以随时在YouTube 或者是在网站上面 随时浏览我们的网站 和重复的观看我们的节目 只要锁定 打进去sbcmedia.net就可以了 好 今天的时间已到 非常感谢您 谢谢 谢谢大家 观众朋友 最感谢的就是您的收看 祝您晚安 我们下礼拜六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